中秋假期封街邻里半烤肉活动 往年民众参与相当踊跃 每年开放40组几乎都被抢光光 今天活动照常举办 不过因为台南登革热疫情持续延烧 大型烤肉活动是否举办也引发讨论 烤肉要让民众抽奖 要让民众没材 要大家愉信 台南东区为夏里 29号中秋节当晚要举办烤肉晚会 事前作业仅楼密鼓准备当中 不过东区现阶段被市府列为疫情热区 加上烤肉活动都在户外举办 主办单位也寄出访问措施 台南登革热病例27号正式突破1万例 确诊数为全台之冠 东区永康还有安南区都被列为疫情重灾区 其次才是南区北区中西区 中秋节假期不只有烤肉活动 南来北往从事户外活动的人也变多 持续坐镇台南持续监督疫情的 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也提醒民众 市府认为说需要去做 像一些户外活动的一些调整 更注意做好自我的防护 像是穿浅色的长袖长褲 然后喷洒防蚊 登革热传染并非是人传人 而是带有病原的蚊子叮咬后传染给人类 只要相应的防疫措施做足 就能够避免疫情扩散 经新闻刘昆仲 黄一轩采 我们下期见